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围从半径5公里到10公里不等 可同时监控100个目标 而且雷达只要15千克 单人就能扛走 好家伙 防个野猪把迷你移动式 相控阵 风群这群关键字给凑齐了 怪不得网友看了都忍不住的说 这要把隔壁的毛子蝉枯了 不过话说回来 号称是雷达之王的相控阵雷达 咋就被拿去防野猪了 中国又是如何把这一高端装置变成白菜架的 大家好 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加关注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用相控阵雷达防野猪 听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但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野猪太难对付了 它们经常截队下山 进田啃时 还顺带在田里拱几圈 把一些庄家作物连根祸祸了 会给农户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失 但野猪同时还是国家保护动物 除非是专门的捕杀行动 一般农户能做的只有驱赶 这就不是件容易事了 因为野猪体型大 移动速度快 攻击性强 不怕人 一般驱赶方法就是用强光照射 火把 播放刺耳噪音或者修防护栏 这些方法对人力物力的要求都很高 效果还不一定好 基于这样的现状 也就不难理解 为啥农民兄弟会想到把相控阵雷达用在此了 相控阵雷达全称为相位控制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快速而精准的转换波数 完成对空痊愈的扫描 还能同时监测多个目标 探测范围甚至可以达到数千公里远 它的工作原理有点像蜻蜓参应的复眼 雷达板上规则排列了非常多微小单元 每个单元都能单独发射和接收信号 当这些独立单元发出的波同时向外传播时 它们之间会发生波的干涉现象 如果发出的波不完全同步 两个波纹之间就会产生相移 这时通过计算机来控制每个单元发出的电磁波的相位差 就能让波向着想要去的方向传播了 这种方式被称为电扫描 速度远高于传统雷达的机械扫描 也就是转动天线 根据启动的发射 接收组件数量不同 相控阵雷达可分为两种 无元相控阵雷达 只有一个中央发射机和一个接收机 有元相控阵 则是每个辐射器都配有一个发射接收组件 有元相控阵雷达的性能更强大 成本也更高 一般讨论较多的就是这一种 开头提到的民用相控阵雷达正是属于这一类 官方介绍 它能对运动目标监测 并自动识别进行分类评级 监测视角可达到正负45度 可以探测5公里内的行人 10至15公里的车辆目标 3公里外的无人机目标 10至30公里的船只目标 像这样 两个人一台 一架 雷达就能安装在户外 雷电 雨雪等天气都能扛住 通信条件不好的地方也能用 宽带要求仅为8Mbps 据说使用难度也不高 非专业人员也能快速上手 这家公司还强调TR组件 有元相控阵等核心部件均为字眼 成本可控 供货可持续保障 总而言之 就是印象里在航母战机上用的高端电子装备 现在不仅民用了 而且使用门槛价格都不高 这就让人好奇了 相控阵怎么就白菜化到这个程度了 这主要和有元相控阵雷达核心部件的材料发展趋势有关 相控阵雷达的核心部件是TR组件 它的成本占了整个雷达成本的60%左右 进入21世纪后 这个部件的主要材料正在从深化夹逐渐转变为氮化夹 以提高雷达的功率 氮化夹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作为第三代半导体材料 它凭借在高功率高速光电元件上的优越性能 成为了当下讨论度颇高的一种材料 由于拥有更高的击穿电压 可以通过大幅提高电压 以减小电流和相应能量损耗 相控阵雷达的核心组件 TR组件用上氮化夹后 能量利用率功率都会大幅提升 这样一来使用氮化夹的雷达性能可以提升 散热问题也相对弱化 更关键的是 相对于依赖进口的深化夹材料 氮化夹的成本能降低30%左右 氮化夹在资本市场炒作的比较早 但进入实用阶段 主要还是最近两年充电器带来的大爆发 2019年以来 随着中国代工企业的集体爆发 氮化夹充电器不断推出 体积也越做越小 手机的快充已经做到了 比原来最小的充电器还要小的体积 散热性能样样不差 中国企业把氮化夹的成本干到极低 从而导致氮化夹的另外一种应用 相控阵雷达也成了白菜甲 此外 现在相控阵雷达TR组件的产品结构形式 开始从砖块发展为瓦片式 瓦片式的好处在于 它能减少印制电路板和连接器的数量 并能通过大规模微薄制造技术和封装工艺 来降低相控阵雷达的体积重量 这也能让成本进一步降低 本来有缘相控阵雷达是一门高科技 能够掌握的国家很少 即便是掌握了也很难大范围普及 但中国人硬是把氮化夹做成了白菜甲 和欧美军舰省吃俭用 装少量相控阵雷达不同 中国的军舰均大范围安装相控阵雷达 最近的福建舰近照显示 就连禁防炮上都装了一块小型有缘相控阵雷达 并且中国关于相控阵雷达在民用领域的各项成果 已经远超大家的想象 如气象探测 水利防洪 无际通信等都有它的身影 其中发展最快的当属气象探测领域 与传统天气雷达相比 相控阵雷达的功能简直是降维性打击 举个例子 北京大兴机场使用的 就正是C波段全数字有缘相控阵天气雷达 常规天气雷达需要6分钟才能完成一次的11层体积扫描 该雷达只需要1分钟就能完成 同时该雷达采用分布式发射和接收技术 可靠性由常规雷达的600小时提升至3000小时以上 此外 该雷达全面提高了地物杂波抑制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和自动化探测能力 能更快更准确的发现雷雨大风 下击暴流 风切变等影响航空安全的危险天气 在空管气象危险天气监测中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除了气象探测 去年11月 相控阵雷达还首次被用在田野文物安防上 文物大省陕西 由于古迹遗址数量庞大且分布零散 安防一直是个大问题 相控阵雷达由于反应速度快 目标更新速度高 多目标追踪能力强 分辨率高等特性 可以说是专业非常对口了 现在相控阵雷达已经在力山园冰马俑一号遗址 开展了现场测试和可行性验证工作 2023年3月14日 湖北省首部X波段相控阵雷达 在大红山风景区状元塔塔顶成功调桩 标志着湖北省进入相控阵雷达时代 该雷达是由中国气象局武汉暴雨研究所 湖北省隋州市气象局 湖北文旅隋州集团 广东纳瑞雷达公司合作建设 是中国最先进的气象监测雷达之一 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 空间分辨率30米 可在一分钟内完成全空域CT扫描 精细高效探测低层频发的中小尺度强对流天气 该雷达的建成将极大提升 厄北地区局地性突发性天气的快速监测 预报预警能力 为手牢守好气象 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 与机械扫描的传统天气雷达相比 双偏阵相控雷达 既有相控阵雷达快速扫描的特点 又有双极化雷达获取天气系统 丰富探测信息的优势 在反映速度数据更新速率 多目标追踪能力空间分辨率 多功能性抗干扰能力等方面 都优于传统天气雷达 不仅可以探测天气过程的宏观演变 而且能获取降水粒子的形状 大小 向态分布 空间取向 降水类型等更加丰富 详细的信息 有助于提高龙卷 下机暴流等 强对流天气预警能力 定量估测降水的精度 为提供精准气象预报预警服务 起到眼疾手快 动若光火的效用 如果要问 现在世界上谁家的相控阵雷达技术最先进 中国军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的研发单位 是中国电子集团38所 关于他们的产品 所里有一句话 我们的目标不是竞争对手 而是物理极限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被中国打成白菜架的高科技产品或装备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